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科兴学堂 继续学习我们的移动开发课程 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小若 坐在我身边的也是大家的老孙老郭 哈喽大家好 郭老师 你看我这个臂纸APP日益完善 写的不错了是吧 还行嘛 然后但是呢 我想弄过一个意见栏 就是用户有什么意见可以反馈给我 这个挺好 然后我之前用的是那个Labor的标签 但我发现它改不法改改不了 Labor标签你只能显示 对它只能显示它改不了 用户修改不了是吧 这个Labor标签不能实现这个功能 那有没有就是可以让我用的 这个内容你想这个让用户提交多少 是简单的一行还是很多内容 当然比较多吧 比较多是吧 那么比较多的话 当然你要是一句话的话 可以用前面我们讲一个Tax Bill Tax的Field 还记着吗 比如说用户面啊 密码啊 我们都可以用那个 如果你这种情况 可以用系统里边有另外一个 比较好使的叫 UI Tax View 这个就是没有自数的线 这个它可以 另外呢 它还有一个特征 就是可以滚动显示 你输入很多的时候呢 它可以上下滑动 那么这一节呢 我们就来看看它怎么样来使用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它 接下来呢 通过界面的方式来实现 后边呢 是通过代码的方式来实现 Tax View呢 它继承了这个Sql 是一个可滚动的 多行视图文本区域 那么和UI Label呢 一样可以 那么对照显示的文件呢 进行格式化 另外呢 它可以进行编辑 有两个特征啊 第一个是什么呀 第一个是 它是可以滚动的 是继承了这个ScrewView的 另外呢 可以进行编辑 正好它符合你刚才那个业务需求 对对对的 那么这一节呢 我们就来看看它怎么用 打开我们的S Code来看一下 在这我们继续新建一个Predact 这一个应该是06-15 好下一步 创建 那么在这呢 打开我们的main.storyboard 那么把这个呢 切换成适合手机屏幕的 这样一个尺寸大小 接下来 在这呢 我们就给它添加一个叫什么呀 Text View 在这边有两个 我们前面讲过这Text View的 那么在这还有一点什么呀 把这个Text View 你看一下我们放上去之后 它都这么多 我们可以给它修改一下 这个尺寸大小XY坐标 比如X就是0 Y呢也是这个0 然后宽度400 高度不给它这些宽度给它300 这样呢 300也多 我觉得200吧 200也多100 就是让它滚动显示 目的是 我们就去运行一下 看看运行结果 放到这个 模拟器里边来运行一下 打开我们的模拟器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边我们看一下 有一些文本内容 是不是可以上下滚动来显示 当然这里边我们还可以设置什么呀 这里边是不是显示滚动条呀 等等有很多属性 我们就给它往它拽一拽 放到这儿来 接下来看一下它里边属性 这里边就是显示的文本内容 我们给它Ctrl A C 这给它复制一份 现在它的内容会有很多 现在应该就可以滚动来显示 对吧 这是它的文本内容 除了这个之外 下边我们再看一下 它的属性 颜色字体 这跟其他都是一样的 下边就是还是那些 就是说你是不是手字母大写呀 是不是对我这个拼写进行纠正呀 等等的 还有类似这样键盘 我可编辑吗 键盘的类型 回车的类型 这个跟我们前边讲的一个什么呀 就是text field 到底都是一样的 那么后边还有这个滚动的样子 style 那么是black黑色的还是白色的 那么下边是水平显示水平indicator 显示垂直的滚动inable等等 再到后边呢 就是这个基本上就没有什么 是一些出屏的一些内容 CmdR我们再运行一下 那么这个跟刚才那道理一样的 就是可以上下来滚动显示 是吧 那我们这个再来看一下这个刚才的一个宽度 是400我们宽度给他200看一下 这是一个内容 CmdR的运行 现在我们看到一个滚动条 原因刚才呢就是这个宽度太宽了 没看到这个滚动条 这就是简单的一个screw 这个叫什么呀 text field的用法 那么想一下我们这里边是 这个 我们用它一般的情况下都怎么用啊 用户比如说填好了 比如说我们在这有一个button 说用户填好了 我们应该是submit提交吧 所以你填好了也要提交一下 这个提交应该我们获得它的内容 这意思吧 那么下面看下怎么做 打开我们的这个住宿编辑器 首先呢生成它的一个属性 就是mytext的view 对吧 后边在这呢 那么添加一个它的一个实现方法 这个就是submit提交 那么点击它的时候 是不是获得它的内容啊 我们切换到标准面积 然后放到这里边了 然后在这呢就是怎么样 获得它内容呢 就是nsc 就是cosmt等于 self里边的mytextview的text window OK 那么nslog我们输出一下 这个地方就是2%at 后边是这个cosmt 然后command r运行 上面也得提交 那么这个地方显示的就是怎么样 我们刚才这个 你这可以修改吗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我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修改啊 我说这个这些东西我contro A 这个不能contro A啊 这个所有的我都编辑一遍 然后我就放到后面去 然后我就放到后面去给它删除 这都可以吧 嗯 那么随便打一个说hello 什么world的乱七八糟都可以打 然后这个 另外这个地方下边这个地方可能是有一点问题 原因就是我们在这这个键盘怎么样呢 哎呀我们回车 这个我们点击这个怎么样提交 那我们前面说一个键盘 刚才我们说这个键盘出现了之后 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这个昨天说了一个点击按钮 调用一个方法叫什么样 resend 比如说想让它失去焦点 我们昨天怎么说的 suffman textview叫resend first responder 让它失去第一个响应者 不让它响应了 然后呢键盘就消失了 懂得意思吧 嗯 好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啊 刚才我们说了 刚才那种方式怎么创建的啊 是通过这个拖拽的方式创建 是吧 我们还可以通过手动的方式来创建啊 接着创建一个叫ad the outlet un textview 这个就是mytextview 然后在这里边呢 怎么样来创建 放到哪呢 这个里面 suff里边的 那就等于un textview adlock 然后unit 位置怎么样 位置一个frame cdirect react make x坐标 我们给它 刚才的一个组件啊 给它往下面走一走 看一下 这个是 f是20 y是100 宽度是150 高度是200 好 然后就是suff.view add suffview suff里面的mytextview 这是刚才我们自己创建的 接下来suff一点 我们的textview的text 就等于啊这个 随便这张咖啡一边 好吧 然后放到这儿 嗯 好了 嗯 把刚才界面上边这个啊 给它往 小了放一放 给它弄一边去 我们是要运行的是 刚才我们通过代码的方式 创建的 这是在这儿呢 嗯 是吧 这是我们刚才创建的 这个是我们拖着的方式来实现 那现在呢 我们点击summit 其实拿的还是这个内容 嗯 我们要想获取它的内容怎么办呢 我给它来少点吧 嗯 coding学堂 用代码 说话 是吧 我们每天都是用代码说话 是吧 嗯 那么接下来我们说这个地方 点击summit 提交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拿这个metaxio2的 这个就可以了 这个就可以了 这可能有点问题 就是我们 点击td的时候 哎 这个也可以啊 那么拿到这个 一个 汉字的这个内容 那么接下来在这边说也可以编辑啊 这个hello 嗯 然后word 等等等 那么你在编辑过程当中啊 其实嗯 我们还可以 就是说你这个编辑完成了 还是正在编辑 它可以实现一个代理 那我们就去看这个代理啊 那么代理的名称大概都是这样的 untextview的delegate 嗯 那么这里边有个规则 那么看这个 应该知道这个规则是什么样的 如果当前你这个组件名称是什么 那代理名称就是组件师徒的名称 后边再加上delegate 嗯 那么就是这样 打开这个代理我们去看一下 这里边 开始编辑接受编辑 那么这个也是什么呀 已经就是竖的 这是地的 什么意思啊 嗯 我们学这个英语的时候有什么将来时 什么过去时 有这个吧 嗯 将要开始编辑 已经开始编辑 已经接受编辑 是意思吧 嗯 这个后边还有很多 嗯 或者是你这个改变了 你选择了某一个区域 那么这些呢 都会起作用 比如说我们在这儿 就覆盖一下这两个方法 放到这个地方啊 按slog我们输出 我们就把这个方块名称给它打印出来 放到这儿来 点点点 那么突然到底后边这个地方呢 也是这样的 按slog输出 至于这两个有区别啊 这个是 嗯 嗯 copy的 对吗 我们再去看一下 嗯 嗯 复制的是 这两个方法 好像不太对 不是一个改成这个吗 这个就不要了 然后这个也不要 什么意思啊 这个是 已经开始编辑 那么 已经编辑完成 我们来看一下 cmd r 运行 现在我就改它 这个是吧 bbb 开始 我点击上面提交 这个地方 嗯 没走 没走的 为什么呀 小若你说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 看你听没听啊 他没指定这个代理吧 嗯 要告诉他这个delegate是谁 是这个意思吧 嗯 我都没跟代理见过面 你就让我卖电脑我给谁卖 是吧 我要告诉他我的代理是谁 delegate是当前这个self 运行 然后这边是这个 你看我开始编辑的时候 下边是不是这个地方就 说开始编辑 然后编辑完成了 嗯 那么他会用这个方法 嗯 那么刚才呢跟大家讲到的 就是有关我们这一节 讲到的一个组件 叫什么呀 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啊 嗯 叫ui text6 它有什么特点呢 嗯 它是继承的 screwview 可以滚动显示 可以滚动显示 另外一个特点 它是可编辑的 嗯 就是它容大的内容 是不是要比这个text field 更多一些 嗯 是吧 好 那么这一节呢我们就讲那么多 好吧 好 那么我们这一节课就先上到这里 更多高端精品的移动开发课程 请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或者小描评论中间的二维码 以获取更多的课程信息 那我们这一节课就上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好 再见